Hello 大家好 本期的课程分享 使用视频呢 就要带来镜头中的这一款 法老的宝藏 密体机关解密绘本了 那这一款绘本预定调货的时候呢 选择的是一个very good的状态 默认呢 是有一点使用痕迹的 那经过检查呢 它的一个主要的使用痕迹呢 就是在它封面边角的位置 会有一些正常的小小的磨损 那对正常的使用欣赏 拍照拍视频呢 没有太大的影响 那封面这个地方 有一处原藏家贴的标签吧 大家说到之后呢 可以自行用湿纸巾把它去除掉 那翻开绘本内也可以看到 它的肥页上就开始有翻开机关了 翻开这边可以看到 法老的解谜这一款绘本中 所有的主线人物 以及他们的名字 那路透上呢 背着一个杂物包 这物包是可以打开的 之后呢 可以看到这一位名叫Annie的女孩 所携带的物品呢 她戴着防毒面具 睡衣 还有探照灯 换洗的鞋子 还有一些一些医用的邦迪 还有一把手枪 那这个包包这边呢 会有出小小的使用折痕 接着呢 可以看到这一位先生 这一位先生叫什么名字 忘记了 叫Harry Harry Harry的这个皮箱 可以打开 这边呢 它的皮箱上面还印象着它的名字 叫Harry Ford Harry Ford 好像是一位导演吧 导演的行李箱打开 是一个立体弹跳机关 打开的同时 自动会有立体结构弹跳而出 可以看到他行李箱里边的一些东西 接着这一位似乎是女演员 女明星 她的名字叫Mary Lynn Mary Lynn 然后还可以看到这一位似乎是当地的导游 叫阿里 叫阿里 接着呢 可以看到这个页面的一些机关 它是有两个拉动的机关 拉动上面的机关 可以看到 也有人拿着探照灯 进入到了金字塔的内部 关于这个机关的这个位置 会有一出小小的折痕 下一个机关拉动之后呢 可以看到是某个人的报告 好像是安妮的 下面有落款署名 那拉动到一定的位置之后 它会自动的打开 打开之后可以看到 它的这一个 类似于笔记本的报告里 有它的一个 ID卡 是来自伦敦的 这边有一些票据 还有报纸的一角 往后翻呢 可以看到什么旅行图解 还有它所入住的宾馆的小单 还有一支笔 那会本的第二页 可以看到这一行人呢 正在探索金字塔的内部 那探索的同时还能看一下 他们的包包 毕竟每个人的包包内容 都是不一样的 这一位金发女士的包包 可以打开看一下 打开的同时呢 它会自动的展开 有它的睡衣啊 预刷啊 什么小册子之类的 接着呢 是在底部这个 比较容易被忽略的位置 有一处下拉机关 可以看到这一位女士的 一个剪贴本 剪贴本 打开之后可以看到 它跟某位男士的 合照自拍 报纸的一角 以及一朵玫瑰等等 再来到会本右手边 可以看到木乃姨的棺果 是可以翻开的 翻开之后呢 可以看到 其中的木乃姨呢 被变成了 他们这一行人中的一位 接着呢 可以拉动一下 这边的机关 拉动机关 同时可以看到 石壁上面的 一些写行文字呢 就变成了 通俗易懂的 英文单词 然后拉动机关的同时 其实是可以看到 这一位男士在里边 在这个木乃姨的 棺果里边 扭动的样子 接着呢 可以看到这一位 戴着蓝帽子的男士 他的行李箱里边 有什么卷尺啊 笔啊 还有一些票据 同样的 他也带了 那个英勇邦迪 锯子 甚至还带着火药 那么可以看一下 绘本的右手边 是某一个人的钱包 钱包呢 翻开之后 那这一款钱包 是可以翻开的 翻开之后 可以看到 里边呢 装着一点美钞 还有一张埃及的明星片 接着绘本的下一页 他们呢 就更深入的 进入到了 这个埃及 金字塔的内部 似乎呢 正要打开 主幕式的大门 与此同时 还能再翻另一位 先生的绿色包包 这个包打开呢 可以向下翻 上下翻 然后向左翻 再向下翻 他们似乎还带着 什么氧气瓶之类的 一大包东西 正一位女士的包包 打开之后 可以看到一些 什么食用的东西 锅子香蕉 还有西恒柿 那比较有趣的一点是 它下方有一个翻翻器官 可以看到 里边藏着一把刀 它翻动的同时 里边的东西 会不一样的展示 如果没有翻的话呢 打开这个 可以看到 里边装的是一些 普通的东西 什么明星片啊 小零食 然后呢 拉动一下 可以看到 这个袋袋里装着的 变成了一把刀 接下来呢 我们打开主 幕式的大门 那翻页的同时呢 这边就会出现 法老的宝藏了 再接下来呢 右手边 两个拉动的机关 拉开这个机关 可以看到的是 这位男士的护照 下面往后翻呢 就是一些旅行的签证啊 以及盖章页 那拉动这一个机关 好像是某个人的日记 可以看到一些 小小的插画 地图 报纸的一角 还有它的一些 个人的笔记 那下一个页面呢 是一个大型的内体页面 看上去呢 还蛮精致的 那打开这个绘本同时 你可以看到 这些东西呢 都从这个主观上 主观里边呢 冒了出来 好像呢 还能看到那只 阿努比斯的狗狗 嗯 然后这里呢 还会暗藏了一些机关 拉动了机关 这里呢 是翻翻机关 可以看到有一位男士 偷偷抢了进去 然后这个页面的下方呢 还有这个导游的ID 可以看到一些 关于它的内容 还有一叠钱在里边 还有一包使用过的火柴 现在来到绘本的下页 翻页的同时 自动会有这样的一个 动态的效果展现 大家看一下 最后的页面是长这样的 那这边呢 就是最后一个立体页面了 最后的页面中 大家可以发现 属于拔老的宝藏呢 已经消失不见了 那这群人中 究竟是谁 盗走了拔老的宝藏呢 嗯 大家可以通过 阅读接下来的提示卡 以及之前翻包的时候 看到的一些 关于人物的相关信息资料 就可以得出 最终的一个结果了 那最后这边呢 是一个翻翻的机关 翻开之后 可以看到各个人物 的一点相关的信息 那这边呢 还有关于解谜的一些明信片 聪明的小伙伴呢 可以在这样的一张明信片中 看出一点点的端倫 再接下来呢 最后这个页面 可以看到的是答案页面 答案页面呢 还有一个翻翻机关 是让答案揭晓的机关 然后呢 这个机关 同时也是一个转弹机关 因为我们可以 我们可以把手指插入 在这个小圆孔内 然后按照箭头 所指引的方向 去转动它 总共呢 是可以转三次 每次呈现的答案呢 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接下来的谜题呢 就留给玩家 自己去探索发现吧 好啦 那本期的一个 客厅欣赏实物视频呢 就是这样 希望大家可以喜欢